除了这套精油以外的精油 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那今天我就会分享 我自己本身和我的家人 我的孩子最需要的精油 排行第一的就是雨滴疗法 Rain Drop Tiny 这套Rain Drop是我一定不可以没有的 它就好像我的一个 Emergency Kit 紧急包 那里面呢就是有9支精油在家 AutoEast 还有V6 这9支精油 我每次都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不懂自己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急 不用担心 直接用雨滴疗法 每一滴每一支精油 一层一层的一两滴一两滴的涂在身上 那精油呢就会帮你的身体工作 这套雨滴哦就是照顾你的身心灵健康 当我的孩子不舒服的时候 甚至我自己感觉精神不是很好的时候 或者是我感觉要感冒的时候 比较弱的时候呢 孩子已经不舒服了 那我肌肉酸痛骨骼酸痛啊 帮他做了雨滴疗法过后睡了一觉 第二天就感觉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然后就可以继续的回去操练 所以他也是很喜欢雨滴疗法 那对脊椎骨的平衡啊 脊椎骨的健康也是很好的一套精油 每一个月呢 我都会让孩子 还有我自己本身呢 做雨滴疗法 就当着预防 这是我的经济包 我家里就有大概 至少三套的雨滴疗法 那其中一套呢 我就把它全部换成滚轮 所以好方便我的孩子啊 自己去涂在他们的脚板上 所以他们的手就不需要去碰那个精油 而且很方便 大概一分钟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 九支精油涂完了 第二的是 Malrose Malrose 是一支里面含有三种不同的 Malaleuca Malaleuca叫树茶 是对痘痘啊 或者是去除味道啊 或者是伤口啊 都是一支很好的精油 肤色 我喜欢把它涂在脚板上 或者是呢 哪里熊香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对着的是 很多的视频啦 螢幕啦 电脑啦 等等的电视机啦 多的这种肤色 痘痘的时候我就会除了 Labander之外 或者是Franconciner 我也是会把这一支呢 就点在这种痘痘的地方 痘痘就很快消消 第三呢 我会选择我的女儿最喜欢的 Peace and Calming 甚至是有这一支Roll on的 那Peace and Calming它的味道很香 很很舒服 每次当我的女儿就是 心情不好的时候 很烦躁的时候 或者尤其是在睡觉之前 没有办法入睡的时候呢 她就很喜欢的 要我去帮她涂在她的肌鞋骨后面 颈上后面或者是耳朵旁边 然后再做一个简单的头部按摩 那很快呢 她就睡着了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安抚 她的情绪 她的心情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像很舒服的景色 所以叫Peace and Calming Abundance Abundance就是丰盛 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物都有能量 那因为我知道 当我能量好的时候 我遇到都是好的人 对的人 我就很习惯的把它当香水 一天早上呢 或者是随身是带在我的身上 我的包包的 我就会一两滴的 然后涂在我的头盒 甚至我的头顶啊 还有我的耳朵后面 我的手腕 甚至是我的胸口 然后呢 我就会深呼吸的告诉自己 我每一天呢 都会遇到对的人 遇到贵人 所以这些美好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身上 不管是人是物 金钱啦 机会啦 健康啦 等风盛 不只是金钱 人脉也是 健康也是 机会也是 我发现到当我涂了这个风盛的时候呢 每一天都会发生很多很好的事情 White Angelica 这两只肌肉都会在我的包包里面 White Angelica 就是我涂了Abundance 然后我就会涂一层White Angelica 涂在哪里呢 两三天 然后我就会涂到我的颈项后面 还有我的肩膀 然后呢 扫过我的头部 然后就我的肩膀 还有我的身体 这样扫过就好了 就保护你的那个磁场 你的能量 而不会让小人啊 或者是负能量啦 你不想要吸引的 吸收的这种能量来接近你 所以就叫White Angelica Joy Joy其实他的名字叫 I I love Gary选择把它称为Joy 那这次金油其实也是有他的故事的 那有一个金油用家和Gary 亲属说 他跟他另外一半的关系不是很好 那Gary呢 就建议他把Joy 每一天一滴的滴在他的另外一半的内在美 不到一个月后 嫌弃他的这个另外一半 竟然对他感兴趣 然后就开始有了亲密的关系 然后就和好了 这次金油呢 就是有这种爱的吃产 爱的能量 希望这次金油给你爱的能量 那我很喜欢把它当香水 因为它真的是很香 然后你闻得过你会很开心 所以我就会湿不湿的 也会在我的包包里面湿不湿的呢 我就会一两滴的涂在我的胸口 因为胸口就是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就是代表爱 然后给我爱 当我涂在身上的时候呢 我也是可以散发这种爱的能量 去给予我周围的人爱 然后每个人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都会告诉我 包括你 你的香水很香 所以Joy 我希望你们也会喜欢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可以接受 其实当你不可以接受这种花 其中某种花叫Joy 那种时候呢 或者是你对Joy有一点反感 其实代表你更需要这支精油 因为你身体的某一个情绪 是需要被调整的 那我会更建议你 就涂在你的身体最远的地方 就是脚趾头 可能一点一点的 慢慢的每一天这一滴一滴 一个礼拜后 你会发现到 你会慢慢的接受 甚至是喜欢上Joy 那就代表了 你这一个可能 你这一个负面的情绪 就已经释放出来了 然后就已经解决了 Grounding 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生活 都是很忙碌 要承担很多不同的责任 在事业上啊 家庭啊 朋友啊 父母亲啊 甚至兄弟姐妹啊 还有我们周围的环境啊 给我们很多很多 我们需要去处理的事情 太多了 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处于在那种 一直在解决问题 一直在解决问题 一直在赚钱 然后很多的压力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好好的思考 那grounding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ground 我们自己 可以让我们更沉稳 更踏实 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接触到大自然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的这种负能量 就很容易的去释放出来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不同的方法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grounding 我发现到每次很烦躁的时候 很焦虑的时候 我就会涂两地grounding 在我的脚板 然后呢 在我的手掌上呢 靠着鼻子的深呼吸的方式 去让自己更踏实 我就觉得 哇 就很舒服 尤其是当孩子在吵架啦 或者是闹情绪啦 他们的这种吵架情绪 就不会去影响到 我觉得是 哦是哦 嗯好的 我就会很有理智的去处理他们的问题 所以自己的紧急包 刚才我讲的 这个raindrop 是我的家里的紧急包 那这个feeling kit呢 是我自己本身的 是我的紧急包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在 每一天的这种环境压力下 都会吸收很多不同的情绪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管道去释放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的不满啊 我们的埋怨啊 我们的失望 我们的伤心 我们的生气啊 然后会累积在我们的身体 而导致有一天就爆发了 那这种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那这个feeling kit呢 里面有六支精油 Valor Harmony Forgiveness Release 还有Present Time Inner Child 这六支精油 它可以让你把所有身体里面不同的负能量 负面情绪都很安全很舒服的释放出来 所以当我在没有办法控制好我的情绪的时候 我就脾气暴躁的时候 我就当我觉得自己无理取闹 大红大 对我的孩子大红大叫的时候 或者是我很低落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时候要把自己关在房间用精油了 然后我就会拿出这套精油 Filling Kit 一层一层的呢 涂在我的身上 然后深呼吸 然后再好的自我对话 那就从Valor开始先去平衡我们的身体 过后呢 我就会用Harmony Harmony就是和平 让我的身心灵都是和平的 让我可以接受每一个人 甚至是接受我自己 然后再接下来我会用Forgiveness 先是原谅我自己 然后再原谅其他周围的人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用Release Release呢 就是把身体里面储存的这种负面情绪 尤其是愤怒啊 不满啊 这种埋怨啊 把它释放出来 过后呢 就是Present Time Present Time就是让我活在当下 不要太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 就是将来也计划已经发生的事情 过后呢 就是Inner Child 就是让我找回我的童子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三岁的心灵小孩 是因为我们的生活 你被压抑了 所以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心灵小孩 到最后呢 再用Valer 再做一个收尾 这样的饼 有三百多种不同的精油 还有很多我很喜欢的精油 我也是很需要的精油 但是不是每一天都会用 我希望透过不同的主题 然后不同的问题呢 同个时候也可以介绍 其他不同的精油 可以要怎么的去应用 我希望透过我的分享 你了解到每一支精油背后的故事 或者是用法 然后你可以计划就每一个月 多尝试一支新的精油 我慢慢呢 你就可以认识到很多很棒的精油 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精油 那么简单 раст买的精油 所以有很多精油 但是你自己的精油